各位标迷 你们好 又是我No.7 书仔 如果熟悉我的标迷 有机会猜到我今天还会出多条彩蛋片的推介 因为书仔每天都给自己的目标感 就是我每天都希望拍到四条片 其实就不一定是跟谁交代 是跟自己的一个承诺 今天的彩蛋片推介 亦都是一种压续的好东西 就是一种SISON的ECODRIVE 提先介绍了一种旧装的金标 其实很多时候有些标迷未必敢试这些金标 可以由奸金开始 其实你试了奸金的手标 可能你会爱上了这个金标 奸金的设计是一种潜水款 是一种ProMaster的系列 其实SISON都有几个范畴 第一个范畴当然是ECODRIVE 这个手标正好是光动能ECODRIVE 它是全世界第一个注册光动能ECODRIVE的品牌 亦都是相对性比较稳定一些 它的光动能比起日本的其他品牌 都是稳定一些 亦都是性价比值相当高 好了 第二个星神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 就是ProMaster的系列 它的潜水标系列性价比值相当高 而这款就结合了一两个东西 又是ProMaster的Diving Watch 又是ECODRIVE 又是光动能的奸金水柜 这只光动能奸金水柜 做了黑色的放射性文标盘 你看到它也有很多细节 时分针加上秒针头 加上黑度上的点点 再加上Basal圈的一点 都带有夜光 一起看看它的夜光 ProDiver的系列 究竟夜光是否应该要厉害 有没有世界级的夜光 好了 看看夜光 夜光也很亮 日力枪的位置放在3点位置 它采用了E168的光动能机芯 这个机芯每月的精准度是正负15秒 即是一天少于半秒的不差 另外这只手标由于光动能 它儲满能之后可以行6-8个月 也有低电量提示 当低电量的时候 秒针会2秒跳一下 提醒你要充电 也有防止过度充电功能 这个也是星神的其中一个卖点 另外由于它是一只潜水标 也有一个简金式的 它做了一个简金式的 一个单向式的潜水标圈 做了60K的 如果熟悉星神的标迷 就一定知道它为什么会做60K 因为它以一只工具标 作为它的设计考量 它是一只潜水标 所以以分钟为潜水计时的单位 所以它做了60K的单向式潜水标圈 旁边的九牙坑打磨也是比较独特的设计 你看到它的凹凸坑 完全跟我们一般看开的精工 斯里森都有些不同 这个也是Bassel做得挺漂亮的地方 也是一只超顺价的光动能 Bassel圈正面做了铝片圈 但它不是单单做了黑色的简单 你看到它细节位的处理 就是做了一个金色的内边框 这个做了拉斯花纹的内标框 也同样做了黑色的黑度点点 在内边框 做了拉斯花纹的 铝片的外边也不是直接去到末端 它旁边也做了金色的 拉斯花纹的金属钢圈 看上去简金的层次感更加丰富 这里6点位置写着日本机身E168 字体比较细 也有内影边框 你看到它做了一个层次感的内影边框 同样我喜欢它的地方 就是它的日力窗没有摘到最迈 预留的位置做夜光 变成12个黑度也大有夜光 由于它是Sport的款式 大家如果有留意Sport的款式 通常它都有护官位 这个也不例外有护官位 标官上面值得赞一下 它也有ProMaster的logo 标官做金色 呼应黑金的主题 标带方面同样做了简金色的标带 而这个Ending就是做了实心钢的Ending 做了奸金的实心钢标带 拉斯奸了两行光身的炮光 金色的 做了实心钢带 实心Ending 就是标扎实很多 这支标完全是很扎实的例子 跟一些入门级的处理方式很不同 我自己觉得所以这支性价比值很高 标脚的位置做了拉斯不受钢 你看到它不是直接做了拉斯的 它的脚位拉斯奸了一行光身 有一条骨位做了光身 所以整支标打側看的时候 很有流线感的处理 也是因为做了实心钢的耳带 变了很有质感的手标 好了 标带就看了 我们先看看标扣 标扣有三个洞 两个微条位 一个Double Lock的标扣 这个也值得赚一下 因为很多时候 CITIZEN或者精工 很多时候都用了短扣 所以它只有一粒微条洞 就比较难调整 这个就有两粒微条洞 好了 先打开 按键打开 做了光身的薄桥 做了光身的薄桥 我们看看标底 标底做了一个螺旋式锁的底盖 做了一个不透视的底盖 不是透视的底盖 说错了 做了一个不透视的底盖 我们先看看它的Eco Drive Eco Drive写着了光动能 写着了Diver 200米的防水 也写着了CITIZEN 自家机身 E168的机身 Japan Movement 做了一个螺旋式锁的底盖 再加上它用上了自家机身 200米的防水 试试向下转动 放开标官 它的标官放开了 其实有点漏斗型的标官 有点漏斗或钻石型的标官 其实标官也做得挺漂亮的 挺贴服的 剔起了之后 有停秒功能 我试试向上转动 顺时针方向教时间 教的受感也挺好 教到6点多中复境的位置 半格我们教的力枪 半格向下转 反而它的教日力就没有突突声 如果有突突声会更加好 教完之后按进去 向上转动 锁一下标官 大概两圈左右 它锁一下就不算好心 大概两圈左右就傻了 这个标官 这个标就属于大标径 属于大直径的标 大直径的标 大直径的手标 如果你细节点看 我试试拉近一些镜头 其实这个黑色标盘 除了放射性文之外 其实它黑度的围边的位置 还有一些唱片盘文 变成了这个标的仔细程度 做得挺好 就是 很多层次 还有挺有细节的位置 我自己就很喜欢这只 司令神的间金水鬼 所以一见到性价比值高 立刻介绍给大家 由于这个年底 很多时星神都会做一些特价 这一只就是其中一只特价款式 主席推介 这只司令神的间金水鬼 究竟多少钱呢 先买个关子 放入重量 再量度直径 再说价钱给你们 那么 重量方面 就去到175g 175g 有点手感 凡亲 我发觉潜水标 过到150g 都算有点手感 那这只也不例外 去到175g 当然未改带计算 直径方面 直径是44.4m的标径 是的 那个小圈 量度过机身 就是44.2m 即是你当作44m标径 厚度方面 12mm的厚度 而脖子到脖子 就去到48m 那么 提前打側看的时候 你除了看到 它这里有寒光身之外 变了有层次感之外 旁边的九颜坑也是 做了拉丝间抛光 其实旁边打直都做了打直的拉丝花文 好了 朱仔推介 这只CITIZEN的EcoDrive 黑金、简金、水柜 究竟多少钱呢 朱仔 就要带上 14.8cm的手腕 先带给大家看一下 带上去的手感 其实它虽然大只 但很贴手 这只表面做得很贴手 脚位做得很漂亮 朱仔推介 这只CITIZEN的EcoDrive 光动能的黑金、简金、水柜 超顺价钱 1598 1598 超顺价 很划算的价钱 因为我记得之前 介绍过其他颜色 好像绿色 这只手表也会到1600元 这只手表1598 外面大概是2000多元 二字头一定是 1598 有原装盒 有说明书 有保用证 收据 一年保用的 喜欢这条影片的标迷 记得给个赞 珠仔 珠仔 有份量的手表 拿上手的时候 很有质感 绝对不像入门级的手表 有它的细枝造工 我们可以欣赏到 例如 间金的标圈层次感 标盘做了两个文露 唱片盘文 加放射性文 再加上它用了12个mark 都有做了野光 在这些细节位造工 标脚和实心 ending 都像一只高档的手表 好了 希望你喜欢珠仔 这个彩蛋片推介 心动的你 千万不要留意 珠仔手上有一只现货 下个星期会有多一只 总共两只 1598 特价的潜水 Ecodrive 光动能 黑金水柜 希望你喜欢我推介 心动的你 千万不要留意 要跟大家说声万安 这个是猫头鹰时段 希望你看到我的彩蛋片推介 拜拜